我们再来追踪一起热点的新闻事件 日前有群众反映 七零印社拍卖有限公司 正在进行的2019年秋季拍卖会 中国历代青铜器专场 拟拍卖疑似出土文物的情况 国家文物局已向浙江省文物局发函 要求尽快对文物拍卖标的进行审核 记者在该拍卖公司的官网上看到 中国历代青铜器专场所展示出来 拍卖标的有30多件 从其介绍的情况来看 最高估价是2200万的 这件标注为商代晚期的青铜西友 还有标注为西州早期的鬼 尊 盘 青铜 瘦手刀 以及标注为战国时期的青铜流金 胶体龙门代沟 提梁河 标注为汉代的虎镇 青铜短剑 标注为唐代的铜镜等等 国家文物局接到群众举报 就是在这些文物中有疑似出土文物 记者注意到在国家文物局的含见中 还特别提到要求浙江省文物局认真对照 2017年浙江西陵印社拍卖有限公司 违法拍卖安徽博物院 被盗商代青铜力案件中文物 拍卖标的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 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反映的情况 切实履行法定职责 严格按照文物拍卖 标的审核办法规定的审核程序 及标准开展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工作 对上述拍卖标的审核情况进行核查 并于2019年12月20号前将核查阶段函报国家文物局 为加强文物拍卖管理规范文物拍卖行为 2016年10月 国家文物局印发文物拍卖管理办法 其中明确规定 依照法律应当上交国家的出土 出水文物 被盗窃 盗掘 走私的文物 或者明确属于历史上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 公安 海关 工商等执法部门依法没收 追缴的文物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 及其构建等 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